五一七呛马大游行 那么第一大队呢 集会点就在台北市热闹的顶好商圈 不过我们记者在这边呢 看到有商机啊 趁着这个机会呢 免费试喝饮料拼商机 到底目前现场的详细情形如何 要联系记者李小玲 是的距离游行出发的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又四十分钟 但是可以看得到 现在人潮是越聚越多 许多业者是看中了这个广告效益 像是卖瓶装饮料的厂商 也来这里办饮料试喝 还有店家呢也派出公独生 来广发这个广告面纸促销 马上是吸引许多人来拿 还有事业的台中人 他是推着这个汽笛喇叭的部分 跑来这个顶好商圈的部分来卖 他希望这一次因为游行的人比较多 能够呢帮自己多赚一笔钱 另外呢还有目前当鸿的这个都兰书报 也有许多人背着 来这里打算来呛马 因此呢现场是越来越多人 也是越来越热闹 而另外方面呢可以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呢 还有从新竹北上的游览车 起码有五辆以上 在大概中午的十二点 就已经抵达了顶好商圈 除了这个新竹市之外呢 还包括了台南人 也已经北上来这里集合 他们希望到时候呢 提早做好准备 一起出发往凯道走 以上是在顶好商圈的最新情形 把镜头交换棚 好美 好美